XD 嗨 對啊 我遲到了 對不起 我剛剛在開始的那個畫面 然後忘記按開始了 嗨 我剛剛一直在想說 到底要 今天要播什麼歌比較好呢 但今天好像有更重要的事情 啊對 我今天 喔 我在家裡 然後把髮袋戴起來了 就不會弄到額頭 它其實也是會 後面是禮物嗎 就是我收藏的玩偶們 還是我先跟你們分享一下我的收藏們好了 啊!有一個你們應該會有印象 其實我也不確定 就是 兔子 有人記得它是在哪裡出現的嗎 對 不記得喔 好吧 就是 就是 於西谷房間裡面有出現過它 然後還有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音樂好像太吵了 我 就是不是太吵了 有點 我會想要跟著唱 但我也不會唱 等一下 放一些比較 有嗎?什麼 你好可愛 謝謝 夾在那邊 你們沒看到嗎 你們仔細看 喔!烘魚在房間欸 我把它 有一些放在床上 有一些放在沙發上 哪一集 啊!還有 這是劉偉辰送我的 對啊!我網路我裝了網路了 想要看抱枕 抱枕嗎? 你們說什麼抱枕 這個是 這是 這是我收到的禮物 還有這個也是 這個好軟 成都見面會的造型 好像不是欸 其實送我的人說 沒送我的禮物 但他其實有送我 他有 他有買 餅乾跟 飲料可以 對啊 那個不算嗎 算了 對啊!我頭髮很長 但是要再過一陣子才可以剪 什麼? 誰給我畫我自己畫的 啊!啊!還有這個 等一下 登登登 沒錯!是火星狗 他真實的樣子是 長 長這樣啊 登登 我覺得我好像是在賣什麼玩具的人 然後 有啊!我記得由米有跟我說 他們是一組的 登登 我覺得我好像挺 我如果真的要一直介紹的話 可能會講很久欸 所以 我先把它放回去好了 啊! 耶! 那個 那個火星狗跟 那個 Marvin是 醜店的 就是我 就是 平常去的一間玩具店 看一下要 放什麼歌好了 這樣會太吵嗎 你們會覺得太大聲嗎 不會 不會 好欸 那我想想喔 我們是不是要趕快來讀新啊 好啦那就放這首好了 這個這張專輯我也很喜歡 是青春電幻物語的元春帶 綠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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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洛倫綠綠 CV 穿大概就是一件襯衫 就這樣 沒了 可以來讀信啦 登登登登 其實我今天還有拿到新的信 但我想就先讀這些 就是有 有先讀過的 但是我其實已經不知道 我這樣收音會不會很差啊 我是不是應該帶個耳機 不會嗎 所以聲音是ok的嗎 好 好 那我就來讀信囉 我來看看 我信放在這邊啦 就是我的沙發上面 所以你們應該看不到我在哪 先來看看 好 我先來讀 那我要開始囉 其實我因為自己 自己直播就 會有一點不知道 那個 那個 節目的那個段落要怎麼進行 好 我就當我自己 起了一個頭 現在要先讀的第一封信呢 是 呃 糖味餡餅 黑走 寫來的 他 想要寫的 對啊 想要寫的主題是 想要道歉的人 和事 哈囉小智 我是你眾多粉絲中的其中一個 我來自馬來西亞 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在馬來西亞默默喜歡你 因為現在馬來西亞的疫情很嚴重 所以我拜託了台灣的姐妹幫我寫這封信 這樣比較安全 小智也要記得好好防疫喔 好的我的故事要開始了 他要跟我 他現在要開始分享道歉的事情 他現在 呃我現在是一個國三的學生 這件事發生在我國二的時候 那時候有 有了一群很穩定的好朋友 每一天一起玩一起鬧很開心 但是他們還是會吵架 蛤 突然念出來超羞恥 是你本人嗎 好啦那我要 我要繼續念囉 後來發生了很多不順心的事情啊 吵架不理解等等 其中一個人就和我們分開了 當時我很傷心也很氣自己 有這麼好又穩定不變的友情 為什麼會變這樣呢 為什麼沒有好好保護得來不易的友情 我在遇到這樣的友情之前 曾經有過很不好的經歷 小學從來沒有人真心和我交朋友 都是為了利益啊 金錢 學業或是權利 所以失去穩定友情 的那段時間 我沒有控制好我的心情 變得很不穩 很常因為一些小事情 對朋友發脾氣 把氣出在他們身上 恩 為什麼要感覺到羞恥啊 因為性太那個了嗎 可是我想要繼續念下去耶 喔 那個 太真實了 好 那 恩 我還是會繼續念 有一次我在生悶氣 我朋友好心來關心我 問我說要不要去他的生日會 那時候他的生日快要到了 但是我很無理取鬧地告訴他說 我才不去 跟你別的朋友去吧 恩 朋友那時候沒有表露他的情緒 我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 後來發現了自己不對 他開始不怎麼理我 之前我還會帶著不理就不理啊 我不只有你這個朋友這個心情 但是後來意識到我沒有他真的不行 我開始很想念和他一起玩鬧的時間 還有一起去廁所的日子 一起去廁所的日子 好像 很多人喜歡一直上廁所齁 恩 我意識到我自己的錯誤 我給了自己很多時間思考 在班上和回家的路上都一個人 為了讓自己明白任性是不行的 要改掉 然後我是獅子座的 所以我會胡思亂想 所以獅子座是會胡思亂想的意思嗎 好我開始想 如果以後 都是這樣怎麼辦 我沒有他真的沒關係嗎 他對我來說不重要嗎 然後我後來學會了控制自己的脾氣 含他道歉了 然後就是 總之就是 餡餅 他告訴他的朋友說 他錯了 他不應該要那樣子跟他講話 然後 他想要說 真的很對不起 雖然 他的朋友不在意了 但他還是很想好好的跟他道歉 然後也謝謝他一直包容 他的情緒 希望我們以後可以一直好好的 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雖然我們很常鬥嘴 但是我相信你的心裡也知道 我很珍惜你 不希望失去你這個好朋友的吧 希望我們以後會更好 也要一起努力面對這個世界 對不起謝謝你 謝謝小智讓我可以把故事說出來 也謝謝這個世界有小智這麼好的存在 讓這個世界多一份光亮 謝謝你小智 恩 也謝謝你 謝謝你和我分享你的故事 好 下一封 下一封是什麼呢 越來越好 好 這個 等我一下 其實我一直很怕把人家名字念錯 小智你好 我是余君 應該是這樣唸吧 我是余君 我有一個一直想要道歉的人 但我其實對他一無所知 記得在國小一年級的時候 對於彩虹筆有著莫名的熱愛 可能是那時候看世界依舊很模糊 所以試著想要描繪一些輪廓吧 記得看看 好 對 我這樣同時要這樣看兩個 我覺得我好像會 比較少看到留言喔 但是我會盡量 好嗎 記得 我聽到哪裡啊 喔 於是在某個放學的午後 我獨自一個人 到了附近的雜貨店 負責顧店的是一個老婆婆 她看到我 她看到我進來 變熟練笑著說 快進來逛啊 當時我太小了 不知道該做什麼回應 只是 害羞的撇撇的頭走進來 我一眼就看到他們了 排排站好的彩虹筆 正好放在婆婆 婆婆位置一旁的塑膠盒裡 他們看起來閃閃發亮 婆婆一下子也看出我眼裡的光 她問我說 要買嗎 一支十塊錢喔 我知道口袋裡我什麼都沒有 於是我就跟婆婆說 可不可以先拿彩虹筆等等再叫媽媽過來付錢啊 她望著我意外的說 好 但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我沒有告訴媽媽我拿了彩虹筆 也不敢再回去雜貨店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體驗到了什麼是罪惡感 而這份感覺伴隨了我好久好久 最近撥空回家時 不知不覺又到了雜貨店 店裡似乎什麼都沒有變 但當初的婆婆已經不在了 內心有股說不出來的感覺 當我走出店外時竟然忍不住哭了起來 我想要回到小時候跟婆婆說對不起 和她說我不該騙她也不該騙自己 這時候老闆忽然叫住了我 撿起了我剛買卻不小心掉落的零食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被撿起來的好像是自己 這件事我沒有告訴過任何人 也許怕他們會討厭我吧 雖然不知道小智會不會讀到這封信 但寫下這封 但寫下這個故事後 我好像更可以面對了 謝謝小智讓我有機會寫下這封信 希望我們以後都可以越來越好 是4月16號寫的 嗯 嗯 類似的事情我好像 我好像沒有 沒有真的經歷 但是我有一個類 欸 類似的吧 就是我 我之前 就是搭公車的時候 我身上真的沒有錢了 然後又有卡又沒有錢了 然後我就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司機說 我就是身上現在真的沒有帶錢 然後我可不可以下一次再還他 好我可以讀慢一點 然後我說我下一次再還 就下一次我再補那個錢進來 然後 我 就忘記這件事情了 然後直到某一次 我又再度搭上 同一號 因為就是同一班公車 不然不是同一個人開啦 就是同一班公車 然後好像已經隔了滿久了 然後我突然想起這件事情 我就 就是我又再跟司機說 我要再補一個人的份 然後他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之前忘記 忘記給了這個錢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你或許可以 把這個錢 再拿去那個雜貨店 然後告訴他這個故事 我相信他應該可以理解的 今天是不是比較少人啊 是不是大家沒有那麼喜歡讀信 我來看看 這封信呢 是學生時期的熱血故事 前言是親愛的小智 認識了你和韋恩 好 前面就是在寫 他是 台北的 等一下我看一下 因為我怕他們 會忍不防的說 這個故事 要用別的名字公佈 我怕等一下就為時已晚 我先看一下 大家的名字 好 看來是沒有特別的交代 是來自 台北的傑米 他說很高興認識了我和韋恩 然後那一天的故事非常有共鳴 就像宣傳的時候說過 會讓人 像是回到高中的某一天 回憶起青澀和緊張的感覺 恩不要在意 好 打一下馬賽克 什麼打一下馬賽克 欸哈囉 欸我都 我每次看留言 我都很 就是會沒有注意到那個 是誰 然後現在才 現在才 有人來看 好 好 恩 恩 好 庫斯要開始了 我講了三個好還是兩個好 恩 我在16歲那年認識了他 我們是同校同界 但不同班的同學 那時候我們去參加 學校某個大型活動的征選 兩人幸運的都被選上了 接下來的半年內 我們需要頻繁的見面 緊密的合作 培養默契才能表現到最好 我和他的個性完全不同 我看似活潑開朗 什麼都不怕 但其實內心缺乏自信和安全感 他則是外冷內熱 滿腦子古靈精怪的想法 心思細膩又堅強 充滿正能量的個性 認識以後我們很快就變熟了 我感性 他理性 我們卻有很多共同的興趣喔 總有聊不完的話題 就算不講話也不會尷尬 在他的身邊總覺得很舒服很自在 為了活動 我常常需要上台對著很多人說話 每次上台前我都會緊張的手足無措 旁人都看不出來 只有他會過來拍拍我跟我說 放輕鬆沒事 下台以後他總是第一個跟我說 我表現得很棒 有他在我心裡 多了很多篤定跟安全感 更多的自信 本來以為我們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 習慣性的每天除了上課以外的時間 都待在一起 放學之後兩個人的家 明明是相反的 我們卻會捨棄直達校門口的公車 走到兩公里外的站牌搭車 只是為了要多一點的時間相處 身旁的同學都說我們兩個黏得很誇張 但是我們並沒有想太多 只是很喜歡在彼此 彼此身邊輕鬆自在的感覺 但是漸漸的我發現我自己 見不到他的時候會想念他 會思念他 靠近的時候會心跳加速 看到他跟別人太過接近 我會不開心 我才驚覺這樣的感覺 不只是友情 而讓我內心掙扎不已的點是 我也是女生 最終我還是決定表白 即使要冒著連朋友都當不成的風險 我也不想要後悔自己沒有鼓起勇氣 說出自己的心意 於是在他生日的時候 我親手織了一條圍巾跟卡片一起交給他 隔天我收到他的回信 他說我在他心中也是一樣這麼特別喔 接下來的日子 我們跟所有的情侶一樣 有著該有的甜蜜 擁有了 彼此很多的第一次 也一起慶祝所有的紀念日和節日 然而我們過於親密 也讓雙方的父母察覺不對勁 那時我們都沒有任何心理準備 去面對父母的質疑 更何況同性戀在當時是不可碰觸的禁忌話題 我們不得已只能減少見面的時間 同時專心準備大考 也不讓爸媽有過多的聯想 大考結束之後 我們被管束的沒有這麼緊了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漸漸的 不再有擁抱以上的親密 也許是礙於世俗的壓力 也許是沒有足夠的勇氣 總之誰也沒有說出口 我們就這樣慢慢的從情人 退回好朋友的位置 後來的後來我們各自交了男朋友 經歷了很多感情上的挫折 結婚生子 這一路上我們依然陪伴在彼此的身邊 做對方最堅實的後盾 無論傷心難過 任何一通電話 對方都會隨時出現在自己的身邊 對我而言 無論現在身旁的人是誰 都沒有影響他在我心中的地位喔 也沒有人能像他一樣了解我 讓我可以很安心的做自己 這麼多年過去 他依然是我生命中唯一的soul man 除了他以外 我沒有對任何同性有過愛戀的感覺 這些回憶已經藏在心裡很久了 這段過往我們的另一半也完全不知道 他們只知道我們是從高中 一直很要好的閨蜜 殊不知我們還是彼此生命中的第一個戀人 這份青澀又純真的悸動心情 是我高中時期最難忘的回憶 那一天真的勾起我太多太多的回憶了 相似的情節讓我不由得去想 如果當時的我們能像向豪廷和余熙顧那樣的勇敢堅定 是否今天的我和他就不會只是好朋友 人生是無法重來的 不過如果能有再一次的機會 我一定會選擇勇敢面對 分享這個故事給小智 相信溫暖的小智老師 能夠體會我的心情 如果我的信能在直播中被讀出來 我也想要跟大家說 如果你能遇到一個心靈契合默契十足 還可以包容你的小韌性撒嬌 讓你安心做自己的人 請不要因為對方的性別或年齡 影響了你追求真愛的勇氣 求除不前而錯過 只會徒留遺憾 愛一個人沒有錯 不需要因為世俗的眼光而否定了自己內心真實的感受 愛最大 嗯 很棒耶 很喜歡小智的直播總是療癒帶來滿滿的正能量 也謝謝你開出的作業 讓我有機會分享自己的故事 希望最溫暖的小智老師順利畢業後 能在自己喜歡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我會一直是你最忠實的粉絲 嗯 謝謝你 好溫暖的故事喔 但是 嗯 嗯 就是很認同啦 愛就是愛 上面有 什麼 階級之分 對吧 然後 其實 嗯 嗯 愛最大 沒錯沒錯 嗯 嗯 嗯 我也覺得有一點點遺憾 但是我覺得 如果兩個人現在的生活是過得很好的 那那段回憶 就是帶給你人生當中 一段時間的幸福跟 很純粹很純粹的那種 開心的感覺 我覺得 也不會是一件壞事啦 嗯 大家要幸福喔 然後如果 如果你當下你已經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你需要好好去把握的 那就 不要讓它錯過了 嗯 好好去 抓住你應該要去抓住的東西 好嗎 對啊我要來喝水 好 好像打噴體 燈太亮了 鹽巴 什麼鹽巴 那我挑一個 嗯 這個是什麼的故事啊 那我挑一個別的故事好了 嗯 不好說 好 我覺得這個 好像也是想要道歉 我們先挑一個 我記得我有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也不是有趣啊 好像蠻可怕的 我在講什麼 好我不知道我自己來講什麼 嗯 他跑去哪裡 喔我昨天已經把就是我 痾 信都已經先看過一遍 所以我都大概知道 是 發生什麼事情 什麼鹽巴 為什麼你要講鹽巴 喔喔喔喔 喔喔喔 我知道了 等我一下喔 你們應該不介意我找信的時候吧 我記得我昨天還有看到有一封信 他有畫畫的 欸對對對我找到了 不介意好 好那你等我 那你們等我一下 我電子放了三個 我覺得太高了 兩 這樣會不會太矮啊 好像有一點 算了算了 還是三個好不好 我不會講日文 我還在學啦 這首是那個欸 剪頭髮 我應該是下個禮拜 應該下個禮拜剪 平時會帶髮帶 我都在家裡會 就是我回到家之後會把頭髮弄起來 對 不會被翅膀 沒錯 我坐地板 腰會不會痠 我是坐在坐墊上的 所以其實還好 不不不不不不 畢業什麼時候 I'm from your friend 哈囉 對啊 我很喜歡洗地兒座 沒有染過頭髮 欸 呃 好像很小的時候 好像很小很小的時候 好像我家有人要染頭髮 然後染記得剩一點點 然後幫我 就是 隨便塗了一下 但是我真的自己染頭髮的話 我沒有 沒有染過 對啊 我又長多多了 請你髮帶半永久 我剛剛吃牛肉麵啦 黑色好看 對啊 我 我很喜歡黑色頭髮 就是我沒有 我沒有染頭髮的欲望 但是我的頭髮太直了 所以 所以我 就是會想要把它燙去 嗯 為什麼 好像 有點太細節了對不對 好 我就是太喜歡碎碎唸 好好好 我們先不要碎碎唸 我們來 繼續唸戲 小智老師 與你分享我工作上的趣事 附圖 我是 車子 車子嗎 等一下喔 車子嗎 車子嗎 你們覺得 這個是車子還是瓶子啊 是瓶還是車啊 瓶喔 OK 好 是瓶 因為前面那個比較像車啦 所以我才會念車 跟你們確認一下嘛 好不好 讓你們笑一下 可以吧 好 與你分享我工作上的趣事 我是瓶子 雖然說是趣事 但現在講起來覺得好笑 但當下完全笑不出來 以前 我曾經在一間小型蛋糕工坊 工作 因為 等一下 好 沒有 我很怕他就是不能公佈他的名字 如果不能公佈他的名字 如果不能公佈他的名字的話 我就不念這個故事 好 好 沒有講到說不能講 好 我要說囉 他在一個小型蛋糕店的工坊上班 然後老闆剛創業 所以員工 加他還有另外一位大姐 再加上 老闆跟老闆娘 總共走四個人 就是整個公司走四個人 然後 工作房的位置很偏僻 他在鄉間的田野間 所以呢 沒有所謂的左鄰右舍 也就是他在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因為租金會比較便宜 然後工作的時候也是一片寧靜 然後工作場的場地很大 然後製作蛋糕的廚房在門口 最近的地方 嗯 製作蛋糕的廚房 是離門口最近的 廁所跟冷凍褲是在偏遠區 呃 廠區的最角落 好 我們就知道冷凍褲跟廁所是在偏遠區 某天我穿著厚外套 因為他要進去那個冷凍褲啦 要進去冷凍褲拿 原物料 他進去之後他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老闆千交代萬交代 千叮嚀萬嘱咐的話 也就是把門擋住 因為 冷凍褲的 設計是壓力門啦 所以會自動關起來上鎖 而且只能從外面開 所以老闆就有交代說 一定要把門擋住 但是他忘記了 然後他後面畫了一個圖 他說他靈魂出竅中 他把他自己鎖在一個冷凍褲裡面 然後當時老闆跟大姐正在廚房趕工 就是活動的典型 所以沒有人知道他 有沒有出來那個冷凍褲了 因為大家都在忙 他們也以為說 可能我在上廁所吧 冷凍褲裡面真的超級冷凍 我開始覺得呼吸困難 也可能是因為太緊張了一直打哆嗦 人生的跑馬燈一直跑不停跑起來 已經開始想像我冷凍到變成疾阿冰了 疾阿冰就是 冰棒的意思 也開始回顧起還沒有及時說的謝謝跟對不起 還有種種的畫面不斷的在我 種種的畫面不斷的在我腦海中 腦中跳躍走 種種畫面應該是 種子的種吧 對不對 是吧 種種畫面應該是種子的種吧 先寫錯字 我原本以為老闆們等不到我的蛋糕原物料 就會主動來找我 但是我左等右等 就是沒有任何人來幫我開啟這道厚重的門 坐著坐著 我猛的站起 他開始從裡面 瘋狂的敲門 很用力又持續敲不停 我也不知道自己敲了多久 總之真的是一分一秒度日如年 突然之間厚重的門從外面開啟了 那一刹那站在外面的人令我感覺到好刺眼啊 因為當下在我眼前的他 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呃光芒四射耀眼奪目 對因為那個人把那個厚重的門打開了 真的是要是我真的會跪下來 會覺得哇真的救命恩人 然後他 順了順自己的情緒 還有自己的呼吸 他問他說 呃你是誰 他說我 我是來上廁所的啦 聽到有人從冷凍庫裡面垂門 就有點好奇啊 想說看看是誰 然後 我由衷的感謝這位好奇的先生 原來這個好奇先生是來送原物料的業務啦 送完貨之後跟老闆借廁所 因此才救了一命 哇 你真的 好奇先生真的是救命恩人耶 好險沒有事情 大家真的要 這真的好 很可怕耶 就是聽到的時候 現在雖然讀起來是覺得 就是 就是 就是有趣 因為我已經知道你沒事了嘛 所以我當然會覺得 哇這個故事 就是 聽起來是輕鬆的 但是真的發生在當下的時候 一定是真的很可怕很危險 所以大家真的有這種 需要 注意的 工作 工作的 細節一定要好好記得 不然 很容易發生 之災 來 感謝小智老師看完我的故事 在此由衷的祝福小智老師 跟偉恩身體健康 然後 感情依舊 濃 演藝事業順遂平安 真的很愛你們 覺得很幸福 謝謝你 我的生日 跟我同一天生日嗎 好 那瓶子 不是車子 瓶子 也祝你生日快樂囉 雖然已經過了 好 欸 信封在哪裡 是這個 想聽中間跳過的部分 好 再來看下一封囉 這個是什麼呢 黃俊收 裡面有喉糖 那我先來吃一顆喉糖 因為有喉糖啊 小智你好 我是嘎嘎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我 等一下喔 我先看一下他有沒有說 這個是不能說的 看一下喔 工作時的有趣的事情 我記得這個沒有 說不能說吧 好 我是嘎嘎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我 我之前有猜到你必知道做什麼喔 有被你回覆 我想和小智分享的故事是 工作時發生的有趣的事情 我本身在台南的零百貨 類似古蹟重建的百貨公司 我有去過零百貨 我知道零百貨是哪裡 一個小小歸為的公讀 因為零百貨有著 算是觀光景點啦 所以都會有不同國家的遊客來訪 有一次有一個日本媽媽帶著小孩來想要買玩具 見到我開始講日文 講了快一分鐘吧 好幾次想打斷他跟他說我聽不懂 但是他完全沒有要停的意思 直到 當他停止後我便說 I don't talk Japanese 然後一陣尷尬 於是我拿出手機 我們兩個人就用Google翻譯對話 講了十分鐘 那個畫面真的好笑又有趣 最後日本媽媽開心的幫孩子買了玩具 我想到我之前 之前也是在賣文具用品的時候 有一次會有外國人來 然後 有一次會有外國人來 然後就講英文 然後就說 問我說這個尺寸啊 什麼什麼 或是說這個有沒有 然後我就會 就是聽完以後 太緊張 我就會說 喔對 有 可以 我幫你拿 喔對我講過了 我上次講過了 好 就是一樣的故事嘛 好抱歉 那我繼續唸囉 再次拿出手機Google翻譯告訴我說 謝謝你的服務 今天辛苦了 上班加油 頓時心裡真的覺得暖暖的 於是腦袋裡唯一的詞 ありがとう 跟他道謝一整天上班 更有精神了 這是我想要分享的工作趣事 接下來是想要對小智說的話 很高興在去年因為那一天認識的小智 想到當時每個禮拜 手在電腦前面跟著劇一起開心 一起難過 謝謝你帶給大家滿滿的回憶 喔謝謝你們帶給大家滿滿的回憶 自己在大二的時候 也有選秀工藝組的課 也接觸了很多媒材 這話我會自己流口水 恩...所以看到小智PO的作品都很有感覺 在小智的創作上總是看到一絲的天真無邪 尤其是小星星 每顆都有一小小生命 雖然我沒有抽到 不過還是很感謝小智在我買三本簽名小說 都沒有抽到你的簽名時 還叫我拿給你簽 但是我真的很感動 雖然到現在沒有見過你本尊 但相信有一天活動我們一定會 活動的話我一定會排除萬難參加的 現在我們或是在未來都會一直幫小智加油 期待小智演出更多更棒的戲劇 有一天在金鐘獎的舞台上看到你 也希望小智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希望在...希望有一天在金鐘獎的舞台上看到我 是嗎? 也希望小智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謝謝小智直播唱了很多很好聽的歌 記得剛認小智的第一首歌是方大同的每個人都會 真的很好聽 過去聽了整張專輯 侯堂是給小智直播 辛苦了 我都會好好保護 還要聽你唱很多好聽的歌 對了小智能順便 對了希望小智能順利變成真正的小智老師 溫暖的你以後一定是一個好老師 謝謝你 那不如我現在就來放一下 方大同 我覺得我自己是個DJ 哈哈是我啦 嗨 嗨嘎嘎 燈燈燈燈燈 欸對啊 超激性的人今天會不會都有出現在上面啊 嗯 方大同 這邊 有嗎 呃這個 我來看 來吧 我來看 最甜最好的滋味 散步到東南西北 什麼Be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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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的美 是方大同的每個人都會 我很喜歡這首歌 是誰 Oh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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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 美在每一個人都會 有啊我有收到 只是我忘記信封是哪一個 我等一下念 43分 喔我還有時間太好了 好我現在要再來念囉 這個是 喬喬 喬喬寄給我的信 小智老師你好 我想要分享以前在餐廳打工的故事 好久沒有寫字 如果有錯字請見諒 可是你這個是硬的吧 瞧瞧你這個字是硬的吧 它看起來不是寫的耶 看一下喔 單純刷牙就很白 沒有啊我有那個啊 我有貼那個 牙齒會變白的 但是我都會刷牙 不過它的是手寫的啊 不是它感覺是寫完硬的 好我管太多了 小智老師你好 我想要分享以前在餐廳打工的故事 故事開始 我們餐廳總會有個常客伯伯 他每次都會來點一模一樣的套餐 也選了一樣的前菜 湯品 主餐甜點 但他每次都會假裝 喔收寫代印喔 了解 他每次都會假裝自己是第一次來 就是那個常客伯伯 每次都會假裝自己是第一次來 總會跟我們服務生拿菜單 然後看很久 最後點一樣的餐 後來只要這個伯伯來 我們就會在他假裝看菜單的這段時間 幫他key好他要的餐 絕對不會出錯 我們還幫他取了一個封號 他每次來 我們所有的小夥伴都會說 海鮮麵伯伯要來啦 覺得伯伯超可愛的 尤其是認真看菜單的時候 好以下是告白時間 沒想到竟然有機會寫信給小智 當然惡話不說立馬提筆寫信 拜託一定要念到我的信 好喜歡小智可愛的笑容 嗯 還有溫暖的談話 每次都驚喜我 被一個小我三歲的大男孩治癒 他寫小智的智 黃俊智的智 去年我碰到很難過的事情 但是認識你很偉恩之後 就感覺到很多幸福 期待會開始期待 甚至會開始期待 每一天的到來 覺得跟你們說 再多的謝謝都不夠 你們一定要知道 恩智真的是很棒的人喔 願事實上所有的好運動降臨在你們身上 會一直替你們應援的 愛你們 然後 雖然讀到信的時候 你生日過了 但還是祝小智生日快樂 哦 他還畫一個很可愛的圖 嗯 這是我爆史努比的 然後後面有一隻哈士奇 聽到這個故事 我想到我之前在餐廳打工也是會遇到 很多 就很多人會很常去 很常來那個餐廳吃飯 然後就是常客 然後很多常客真的是都會點一模一樣的餐 然後飲料也喝一模一樣的 然後配餐也是選一模一樣的 就是他就是很專一的喜歡這樣的餐點這樣 然後每一次他進 就是我那時候也是一個大叔吧 然後他都每一次都會進來 那一進來我們就點一樣的餐 然後久幾次就是會 就是因為下午的時候沒有人 等一下我一直被方大統拉走 就是他 就是有時候會在一些沒有人的時間進來 然後我們就 就是 工讀生啊 或是員工我們可能就會跟他 就是聊個兩句這樣 後來就發現 那個大叔他是 他是一個藝術家 但是那時候我才高中 我高一還高二的時候吧 就是我 並不知道他是誰 所以 我們就只是聊聊天 然後後來他來 每一次來我們就幫他點餐 然後就是 小小的 算是認識這樣子而已 然後 直到最近 就是我在準備畢業製作 呃 我是 公關 然後 我需要去找 就是 評審來幫我們評審 在找評審的時候 我才找到 就是我 因為我喜歡的藝術家都會 我不見得會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就是我可能會知道他的作品跟名字 但是我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結果我一查我要找的藝術家 我真的是嚇到 就是 就找 就是那個 那個常客 那個常客大叔 然後我就覺得也太有緣了吧 我就是真的很想要去 就很想要找他來 但是其實我覺得找他來好像也 恩 找他來我也不知道要跟他相認什麼 就是欸你是不是喜歡吃那個 生牛肉漢堡的那個 就是也很奇怪 但是我就是莫名的有一種熟悉感這樣 可是最後因為 我們學校評審 是需要我們 系上老師 就是 他們去決定 譬如說媒財啊 或者是他們覺得 這個老師適不適合評審 這些項目之類的 或是那個老師的時間 總之就是 種種原因我們最後沒有請到他 但我心裡就覺得很可惜 就是很希望 可以跟他再見到 嗯 對生牛肉漢堡 而且很好笑的是 他那時候有新的公讀生來 然後幫他點完餐之後 就是要來Key那個單子 然後我就在旁邊看 我就說 你確定他是吃這個嗎 我覺得他 我覺得你應該是點錯了 因為他每次都吃 一樣的 他說對阿沒錯 然後我就說你要不要跟他確認一下 然後他就過去 就再去問一次 然後就 確定 是點錯 都是點一樣的 不是啦 不是 不是 不是全生的 就是沒有那麼熟 他是喜歡吃三分熟 你們要聽那麼仔細嗎 他喜歡吃三分熟的漢堡 沒錯 今天講話好風趣的小智 漢堡沒有倒過來吃 但是我之前在餐廳工作 我真的遇到太多 很奇妙的人了 像是我是在 就是 漢堡店打工 但是他就是 就是美式餐廳這樣 然後可是有人會問我說 就是他要續盤 就是他以為是吃到飽的 但是我就很納悶 因為我好像很少 遇到有 美式餐廳吃到飽的 但應該也是有啦 只是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少 就是我沒有遇過 甚至說饅頭問號 沒有沒有沒有 欸我覺得不會有很多人 用漢堡反過來吃啊 真的 喔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 還有我以前對於吃 班尼迪克蛋 用吸管吃這件事情 會感覺到很 很驚嘆 可是後來想想 這樣好像也是 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班尼迪克蛋 就是水波蛋啊 他會 這樣 對啊 嗯 班尼迪克蛋 就是水波蛋啊 接到了我的醜照 欸那要接著刪掉喔 小籠包用吸管吃 嘴包會燙到吧 嗯 流沙包 看到 看到 關於小丑 關於小丑的書是哪一本啊 但我記得我有拿到讀 對我印象中 我還沒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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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戲欸 我今天想要讀很多戲 我要一直壓抑我想要講廢話的心情 我要讀 我看一下 有 有 萬物有靈且美 有 有拿到 我還有收到那個欸 黑蒜欸 但是我覺得 我有開來吃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沒有 沒有 會 這樣子啊 我覺得不會 不會想要塗啊 它沒有 它沒有臭欸 我真的吃啊 吃起來 甜甜的啊 真的甜甜的 然後黑黑 就真的黑黑的 什麼味道嗎 嗯 甜甜的然後有蒜味 巧克力嗎 可是如果你把它 你覺得它是巧克力 你吃下去 你應該就會覺得 我就覺得 把它當蒜吃 就覺得蠻妙的 嗯 真的喔 我不知道 有大寶手工 我後來收到 頓盤嗎 好啦我先繼續念信啦 這樣子瞄不完 我要趕快念信 嗨小智 我是余萍 我要分享工作方面的事情 雖然不是有趣的 我的職業比較特別 我是軍官啦 不知道小智服兵贏了沒 當過兵就知道 軍械室 是個討厭的地方 我的輔導長生活裡 每天最最最厭惡的 就是開機械室點槍 我連上的槍支 我連上的軍械室 有60個鎖頭要開關 有超過兩把槍要清點 夏天特別難清點 因為悶熱的庫房 簡直就是烤箱 我會邊點槍邊看到自己的汗滴在地上 有一次很慘 我旁邊的小天兵 陪我清點 40 流彈槍的時候 狠狠地夾到我的手 馬上痛到抱手蹲在地上 中指抱鞋 我很想要用那隻抱鞋的手 對他比中指 可是軍械室有其他學長在 為了我的優良學妹形象 咬牙算了 話說看過小智比中指的照片 覺得小智連中指都好帥啊 哪天有機會我們一起比中指吧 什麼啦 總而言之 當輔導長有很多無奈的 遇過逃兵兩個 酒駕一個 欠一屁股債的兩個 跟女友分手 鬧自殺的一個 不務正業的無數個 還好我現在脫離了 最近工作裡最有趣的 就是準備你的生日應援啦 剛剛邊聽著你在BGO LIVE直播說的話 邊 熨燙 嗨糖生日應援的布條 然後意識到 我應該是史上第一個 拿熨斗燙皇軍之臉的人啦 好像有可能喔 我覺得 要是我可能真的會忍不住欸 你忍得住你很厲害 就是我可能會真的 氣死 服兵役了沒 我還沒 好 充滿忐忑 所有專者 都在不認識我 人可只為命來唱歌 所有 所有 都在不知我 都在不知我 人可只為命來唱歌 所有 都在不知我 都在不知我 這封信我好像還沒有看過 我先讀別的風信好了 對呀! 時間好快喔! 我趕快來讀戲 換一首歌好了 我想想要聽什麼歌呢 這樣你們看不到我的 好 我覺得可以來聽 法蘭黛 這個 唱個安眠曲 陪你回去了 好好睡得鬼 煩暖不見了 等過你 等我一下喔 我大海撈信中 我記得我有一個我覺得很奇妙的故事 有個信不是都放在這裡嗎 好 等一下來讀這個 清清睡的歌 白熊喔 登登 這個是我的朋友做的 Luz做的 他送給我的胖胖熊 我來讀囉 給黃俊志主播 主播您好 我這次來信是想要針對第三個主題來說的 雖然並不是什麼嚴重或是很悲傷的大事 但是累積在心中 其實 喔 第三個主題就是想要道歉的人 看一下喔 這個好像沒有說 好 他沒有說要 不能公布 好 主播您好 他是要針對第三個想要道歉的人 是 來說的 想要道歉的對象是父母親 自從高中 自從高中畢業之後 大學四年以及出社會這段日子 我都是一個人住在外縣市 和爸媽的相處時間少了很多 而我們家的人並不是會把愛掛在嘴上的類型 總覺得已經好久好久沒有和爸爸媽媽 好好聊天出遊了 雖然沒有爭執也沒有不愉快 但是沒有能好好陪伴他們 心中一直覺得很抱歉 小孩長大了獨立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是有時依然會去想 父母是不是會感到寂寞 只是沒有說出口呢 小時候的我總是想要趕快長大 搬出去住很自由 只是到了現在才體會到每天回到家 都有家人陪伴的可貴 可是現在在台北工作 已經沒有辦法說回家就回家了 對於我沒能常常陪伴他們 我很抱歉 對於我明明是這樣想 卻又對他們說不出口也很抱歉 只是很多事情都是如此 時間久了話就越難說出口 希望小智能夠給我一點勇氣 去向他們說我其實很想他們 想多和他們吃頓飯 想和他們出去走走 像小時候一樣聊聊天 還有單純卻溫暖的擁抱 明明是很簡單的小事卻做不到 感覺好遜喔 我也會努力工作 好好照顧自己 不讓他們操心 希望能早日買一部車 能隨時去看他們 帶他們出去玩 換我照顧他們了 謝謝小智給了我這樣的機會 讓我有抒發的空間 也謝謝讀完了這封露露等的信 希望大家都能更珍視家人 珍惜每個相處的時光 恩 謝謝魚 恩 然後說不出口真的很遜耶 要趕快跟爸媽說 對啊 現在母親節快要到啦 也可以趁著這個機會 恩 或許等一下 或是現在 你就傳個訊息 或是打給爸媽吧 跟他們說想他們 其實我好像 小時候有嗎 但是我不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養成 就是我跟我爸媽 就是會很常說愛你 然後 也會說喔好想你們喔 但是我也有同感啊 就是真的讀書了以後 也不是真的沒有時間 就只是不知道 有時候 就很久才會回去一次 我也覺得這樣不太對 恩 好 總之就是要好好珍惜 和家人相處的時間 好嗎 愛要說出來 沒錯 可能一開始有點變扭啦 但是 我覺得說了以後 會開啟一個 一個習慣吧 而且我覺得 如果有超能力的話 應該要 就是有 就很多人不是說 什麼很多超能力嗎 我覺得很 如果有一個超能力一定很棒 就是你可以不用透過任何的方式 然後就傳遞你對這個人的愛跟想念 就是一件 可以不用怕尷尬的一件事情 但是問題是現實上 我們就是沒有這個能力嘛 那我們就是要把它說出來 好嗎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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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現在突然都跟爸媽說什麼 很愛你們啊 他們會不會覺得就是 是不是要想要拿零用錢 對 所以大家不要想要拿零用錢的時候 才要在那邊講 對不對 好 呵呵 大家應該 爸媽應該都會以為是闖禍了吧 因為怎麼突然這樣子講 好啦 我覺得 可以常常 常常說 對啊 一定會說你要幹嘛 你又怎麼了 好 嗯 然後 魚還有在加碼分享一個故事 是他 被詐騙的經驗 對 爸媽會突然害羞 沒有錯 對 好 我要講詐騙的經驗囉 嗯 他說他詐騙經驗其實有 被詐騙的經驗 不是詐騙別人 被詐騙經驗其實有不少 他要分享一個最特別的 就是 江蕙 的演唱會 他沒有搶到票 所以他在PTT上面 就是 PTT就是一個 叫什麼啊 BBS 在PTT上面尋找了好心人讓票 結果在江蕙的專板上看到 有一個二樓的連 PTT PTT 就是一個論壇 對PTT沒錯 好 謝謝大家 然後 他在 江蕙的專板上看到了 座位區有四張連號 他就馬上聯絡他 交換了LINE 也確認了對方傳來的實體票券 就是他跟他確認他真的有票 然後想說應該沒有問題啦 然後對方說要先匯款 可是 他也是害怕被騙的喔 畢竟他說他太常被騙了 然後還特別去看了他的賬號 上限次數有破千 感覺就是常常有在使用 所以他就匯款了 然後一方面他也是怕說太慢匯款 或是要求先付一半之類的話 對方就是會反悔 因為這票很搶手 就是可能他會怕說 你太囉嗦了 你那麼麻煩 那我不要賣給你了這樣 所以他就很快的趕快把錢都匯給他 然後匯完之後就開始等待票收 就是等待收票啦 票收是什麼 在講什麼 他等待收票 結果沒有幾天 票都沒有收 就是他過了幾天都沒有 就是票都還沒收到 他就是在專板上看到有人發文說 某某帳號是詐騙 已經好幾個人匯款都沒有收到票了 然後那個帳號 正式賣給我票的人 發現受害的當下其實覺得很倒楣 可是也沒有很驚嚇 就是也有點習慣了 我是不懂為什麼會習慣被騙喔 好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跟家人說 然後就被家人罵 再來我不死心的開始傳訊息給 就是傳訊息到他的line 然後告訴他說 你如果不還錢的話 我會報警喔 本來不報希望 可是沒有過多久就收到對方的回覆 他很誠心的向我道歉 他說他住在南部 是一名計程車司機 票是真的有買到 但是他早就已經賣給別人了 但是因為他家計出狀況 才會一時就是起這個壞的念頭 然後他說他會把錢還給我 但是當下真的沒有錢可以還 因為他還有兩個小孩要養 他拜託 他拜託於說 可以給他一點時間還錢 然後他 他們最後協商每個月分期付款 然後明明才 他明明才剛被騙 可是他卻又心軟答應了 然後為了保險起見啊 他就請那個騙子 傳他的身份證照給他 然後也確實是驗證的是本人 因為他當下還請他比出 他要他比的數字 或是圖形之類的 反正就是確認了那個東西是他本人 然後對方也真的很不好意思的傳來 然後說不要 請不要取笑 然後後來就真的傳來了 然後魚魚覺得有夠荒謬 談定了之後 我把這件事情第一時間告訴家人 想當然也是被家人罵了 他們會覺得說 哪有這錢一定拿不回來 哪有騙到手的錢 我還還給你 還分期付款的道理 雖然這麼說也沒有錯 但是我想要相信看看 但這件事情卻也讓就是 呃 卻也讓他相信說世界還是沒有這麼糟的 因為每個月他都真的有收到 他真的有還款 就是他真的有如期分期付款的 一定是假的 什麼意思 好善良 真的喔 蛤 可是是真 他說他真的有收到每個月 匯款過去的錢 我覺得也是很驚訝 就是他竟然 竟然真的還了 然後 呃 他還在 最後一個月他把 就是他可能提前的一兩個月 把錢全部還清了 然後還傳傳訊息給 給於說 就是給於說 因為有人包車還到 所以收入比較多 所以就把 就把錢馬上拿來還了 我也替他開心 鼓勵他 請他再加油 努力 養家真的很辛苦 後來我們 就沒有再聯絡過了 不過希望他能 記取教訓 未來用正當的管道來增加收入 當孩子的榜樣 而我當 我就當作 需要幫助的人 吧 雖然還是不想要再被騙了 但是 這是我許多被騙經驗中 最神奇的一件 分享給你 我覺得 這故事真的是 非常奇幻 然後 你真的是很善良 願意幫助他 要是我可能也是會很神奇 想說要報警 但有可能是因為溝通過後 就真的發現 他可能真的是有狀況 但是如果說 任何人 有 有 有需要協助的 我覺得都需要去 尋求正當的管道 可能可以跟社會局聯絡 或者是 其實我也不確定有什麼管道 我想到要做社會局 去尋求 要怎麼樣去 過生活 而不是用這樣的方式 大家都有被騙過嗎 我好像 我沒有被騙過 但是我 我小時候 家裡就是常常 有一陣子那個 綁架詐騙很盛行的時候 就是我家裡很常接到電話 就是說我被綁架 我被綁架 然後我小時候就有 就有手機 然後是我爸爸的名字 所以我小時候其實也接到很多通電話 是 我自己被綁架的電話 就是打過來 然後一直喊 爸爸爸爸 然後我就說 喂 什麼 然後他就說 我被綁架了 然後 你是誰 然後他就講我的名字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才是本人耶 然後我就會被罵髒話 然後掛電話這樣 所以大家真的要 記得打反詐騙電話 然後 就是要 求證 然後也是尋求警方啊 還有就是反詐騙電話 他們一定可以幫助到你的 最近真的是很 就是我前一陣子也是看到很多 詐騙的案子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一定要注意啦 就是不要人辛苦賺了錢 然後被騙走了 就是會很可惜 為什麼會知道我的名字 我不知道 可能有辦法查吧 然後我外婆也是曾經 因為 我就那個 詐騙電話的聲音太像我 然後就差一點錢被騙走 還是有被騙走 好像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恩 我要來念信 這一封信呢 是想要道歉的人和事 哈囉小智 如果你看到這幾個字 想必你應該是打開信封了吧 恩 這句是一句廢話 好 首先呢 先謝謝你花時間讀我的信 自從那一天認識你之後 我度過了一段很快樂的時光 也認識了許多朋友 真的謝謝你才能讓大家相遇 括號 好肉麻 恩 真的很肉麻 我想和你分享的是想要道歉的人和事 希望小智不要對於內 呃 對 內容感覺到太沉重 開心一點喔 字有點醜抱歉 不會啊 你字很好看 不會醜 呃 我是家中的長子 當然也是家中長輩最期待有好未來好發展的 他們也會尊重我的想法 讓我去做喜歡的事情 順帶一提我喜歡唱歌 有機會可以跟小智尬 哦 你要跟我尬哥是嗎 嗯 不要啦 呃 但內心一直有個秘密 不敢讓家人知道 就是 我是同志 但我不會感覺到羞恥啦 我很高興身邊的朋友接納我 但偶爾會因為家中長輩的一些話 感到受傷跟焦慮 曾經想要試著改過來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沒有這樣的想法了 想跟家人說 抱歉沒有成為你們心中期待的那個樣子 但我希望你們能接納現在的我 只是變了一小部分而已 我還是我 其實那一天李香菇給了我很多勇氣去面對很多事情 不管是家人反對的部分 還是你們全世的香菇 都給了我好多勇氣去面對每一天 謝謝你們 謝謝宋 謝謝宋大哥 也謝謝小智 謝謝你和我分享你的故事 然後 我覺得 需要道歉嗎 嗯 可是你的人生本來就是 就是 就是你的啊 當然對於家人的期待可能也是 也是一個需要顧及的啦 但是 我覺得好好溝通吧 嗯 什麼事情應該好好溝通 好像也不一定 嗯 但是我覺得 你只要 要好好的往自己想要過的方向去前進 這樣才是我覺得 最棒的 嗯 要為自己而活 好嗎 對啊 因為你就是你啊 然後你說改變了一小部分 我覺得 呃 除非是 呃 以前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改變成這樣 這樣才是改變吧 那或許就是 長大以後 可以讓家人認識到更多不同面向的你 這樣子 應該不算改變 吧 是嗎 嗯 放一些輕快一點的歌好了 對啊我在想啊 嗯 對啦 不是當機啦 是我剛剛在選歌 我想說要放一些比較輕快的歌 不然很安靜 我覺得 對啊就是 做自己啊 然後 雖然我覺得每次都講做自己好像很空泛 而且又好像 講得很容易 但我覺得 就是自己抓一下那個朋友 怎麼辦 然後 我是真的覺得自己的人生 朝著自己想要過的方向 不需要跟誰道歉 因為 你如果照著自己想要過的方向去走 然後你可能需要跟誰道歉 但如果你不照著自己想要的方向走 那你要道歉的那個人就是你要對自己道歉 那你就是要去選擇你想要怎麼去過吧 對人生只有一次 好 好 現在要來分享下一封信囉 對是不標準情人沒有錯 I was pretty 這一封信是 學生時期發生的熱血青春的事情 雖然不太確定這個是否屬於熱血青春的事 但應該算是滿神奇的喔 大學時因為同學之間都很喜歡看超級名模生死鬥這個節目 小智應該知道這個吧 超級名模生死鬥喔 嗯 我好像沒有 也沒有 沒有一直在看 但是我好像有看過 就是要拍照的節目對吧 嗯 嗯 我們 真的會 所以我們決定 他們決定自己來做超級名模生死鬥這個節目 然後 他們也 每一週都會定主題來拍照 然後每週都會有淘汰者喔 好認真喔 他們自己 大學嗎 大學自己辦了一個這樣的 就是仿造節目的這個活動 然後他們會定主題 然後拍照也會有人淘汰 然後他們總共拍了七個禮拜 然後仿造正常節目製作 拍了一個開頭影片 喔就是那個那個超級名模生死鬥這個節目 好像原本有一個開頭的影片 然後他們甚至還仿造了這個 這個開頭影片來拍這樣 然後他們在所辦的迎新活動中 這這這這 這個活動也被排進去節目當中了 然後也有最後的final走秀 這三位同學也按照他們的喜好 同學之間合作 製造出屬於他們的走秀服 只能說那個節目裡出現的東西 我們都沒有少 也太用心了吧 只能說這個節目裡 呃 甚至這個也跟真的節目一樣 還有後面幾季喔 後續還有邀請學長姐跟學弟妹一起加入 他們拍攝了兩季 還拍兩季也太用心了吧 分別出現在送舊還有其他的迎新活動上 現在想想我們行動力真的很強耶 難怪那時候我們老師都說 我們這屆根本不是藝術系 而是活動系的 呃拍攝場地都在學校 喔他們拍攝的場地 全部都是在學校拍的 然後還有工作室 我覺得非常的用心耶 就是要 就是 超級名模生死鬥感覺 排場應該蠻大的吧 唉 我不確定啦 我們之前 但是 如果要很多人拍照啊 然後也還要訂主題 還有淘汰的感覺 就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隨便的一個活動 好妙喔 都要好想看影片 然後 登登 我看到奧斯華 我決定來賭他 奧斯華 欸 這是阿姨嗎 什麼 哇 這個奧斯華的信封裡有很多耶 喔信在這邊 信是從這個裡面拿出來 然後它裡面還有非常多的貼紙 登登 還有車子 還有 米老鼠 米奇 送貼紙給你 然後還有這個 城堡的照片 登登 嗯 小智取向 哈哈 喔 沒事 我剛剛看到一個什麼 多謝你入住迪士尼 探索 度假 酒店 這個貼紙上面附的 好 我要來讀信囉 感覺是 呃也不是感覺啦 我就已經讀過啦 這是一個 呃 很迪士尼的一封信 我印象中 呃 小智老師你好 我是香港的恩智粉 當然也很喜歡你 很久沒有寫信了 因為香港的大家都比較少寫信 但是我個人很喜歡手寫文字喔 因為有溫度有觸感有生命 去旅行的時候都很喜歡寄明信片 哈哈 好像說了太多廢話了 都是說 都是說回主題吧 都是說回主題 好 我是來分享工作時發生的趣事 其實有很多很多 有搞笑有溫馨有神奇的 來分享一篇 溫馨的好了 我是在香港迪士尼工作的 哇好羨慕喔 香港迪士尼工作欸 在迪士尼工作感覺真的很讚 不覺得很令人羨慕嗎 可是 可是 好像也不能這樣說 因為感覺在迪士尼工作 一直保持很嗨很嗨欸 就你要一直很開心 但可能你如果生活當中其實也沒有那麼高興 但你要去上班的時候 這樣要怎麼辦啊 對不對 欸可是 好像也不能這樣說 因為在迪士尼工作感覺應該 應該 就是會被那個 大家的情緒去感染 然後變成一個很開心的狀態 所以好像也不能說是 硬 硬出來那個狀態 對啊應該是會被風雲影響 因為我去過一次迪士尼 我是去海洋的 就是日本的海洋 然後我其實我本來沒有特別 就是我沒有特別迪 迪士尼啦 但是我去到裡面 我就真的覺得 哇 很像來到一個童話世界裡面 好 啊我不能念到一半就不念 呃 香港的很小的腦 我沒有去過 其實有揭秘很累 嗯 對啊 人多應該都會很累吧 姓的主人來了 真的嗎在哪裡 嗨 姓的主人在哪 喔 是你嗎 喔 好你好 那我要繼續念下去囉 每天 我在香港迪士尼工作的時候 每天都會遇到很多人 我的部門主要是 維持日常表演 尋有以前煙花 尋有以前煙花 以前煙花是什麼 以前煙花是什麼意思 沒有啊 是以 他寫以前啊 喔 喔 喔 以前的煙花 好 呃 尋有跟以前煙花的秩序 然後 閒的時候要跟賓客互動 就是沒有在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要跟賓客互動 有一天我要拉著一個小賓客 替我的 樂 隊當 啊他替他的樂隊當小指揮家 就是隨機在樂園的大街上找一個小朋友 然後找到一個笑的很好看的好孩的孩子 女孩子 因為 還有時間 所以我們就聊了起來 驚訝的發現他的 英文名字跟我一樣 呃 那天真的很愉快 然後遇到 呃 然後過了大概一個月吧 有一天我在夜間巡遊的秩序工作 呃 再來就是巡邏吧 然後過了大概 呃 喔 突然看到旁邊的媽媽很眼熟 對不起我一直看跳行 呃 想不到他竟然先開口 認出我 問我說認得他嗎 我當下 我當然認得啊 他就是那天小指揮家 跟我同姓名的女孩的媽媽喔 他說我的女兒很想你 每次來都說要找你 但是都遇不到 我當下真的很感動 沒有想過小女孩會記得自己 最後小女孩看完其他表演回來 看到我就很高興 我就陪他們一起 看完夜間巡遊 當散場的時候 然後 我收拾的東西 又發現 他們還站在原地看著我 所以我就去問他們說怎麼了 想不到媽媽說 小女孩想要跟我說再見 但又怕打擾我 所以他們就在那裡等我 姐姐的心要融化了 雖然偶爾會遇到不開心的事情 但是有很多會讓我感動 讓我開心的事情 成為我工作的動力 這就是我想要分享的事情 好溫馨喔 天哪 我一定會融化 他在旁邊等你下班 是嗎 真的很可愛 剛剛腦中一直有那個畫面出來 真的很棒 小孩子真的有魔法 我每次 其實我很常之前在工作的時候 就覺得心情很差 因為 就是我不是說現在的工作 我是說之前在當老師 就當兒童美術老師的時候 學校可能遇到一些 就是作業或是什麼 其他事情 然後就很煩 然後只要每到那個上課的時候 然後我去 見到小朋友 然後我心情就會 哇 整個很放鬆 就會覺得 看到他們 有一種 補血的感覺 補血嗎 對就是有一種 被療癒的感覺 然後就是 小朋友就 很常會說 小智老師我愛你 怎麼 每次聽到就覺得心情很好 然後 蘋果 蘋果說 謝謝小智當我的心靈導師 有時候心裡有煩惱 神奇的看到小智直播說的話 就像是被安慰了一下 你真的很好很善良很值得被大家喜歡 我會一直守著你跟宋大哥 大家都要好好吃飯 你呀太瘦了 保重身體 有機會來香港帶你去迪士尼玩 然後他也很喜歡奧斯華 只有送你一張 迪士尼 城堡 睡公主 喔 睡美人的照片 這張已經是絕版囉 因為迪士尼的城堡已經在改建了 會更高更大 所以這個小小的已經看不到了 但是想要偷偷告訴你 我啊 不喜歡擴建你城堡 這可以講嗎 我還是喜歡小小的啦 有他的意義 再附上一張新的概念圖 好 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我要翻出 我的奧斯華 其實我還有一隻小隻的 我還有一隻小隻的 我還會翻到那裡 我放在哪裡 我放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放在哪 我放在櫃子 好像是放 反正我把它收起來 所以那個城堡已經改 已經在改建當中了 是嗎?我來看一下 這個是小小的 這個是之前的城堡 然後這個是概念圖 對嗎? 喝水一下 是意外 她太醜 還是死了不 小朋友 無緣傷心難過 有些事 長大以後 你才會懂 就像春夏秋冬 會 走 我小瀏覽高 我覺得性間讀不完這些 天哪 真的是 那我現在快速唸喔 小智你好 關於我學生時期發生的青春熱血的故事 高中大學各有一年到日本郎交換生 高中生活其實和台灣沒有差很多 因為從小喜歡日本看日劇 或是漫畫 對於日本有很大的憧憬 穿著日本高中的制服 帶著Homestay媽媽 準備的可愛便當 騎著腳踏車去學校 真的好日劇跟漫畫的那個喔 帶著便當然後騎腳踏車去 騎著腳踏車去學校的體驗也是很有趣 和台灣不一樣的是日本便當 真的是吃冷的 看日劇的時候 都覺得這麼小的便當盒 怎麼吃得飽啊 結果真的很小 中午還要去販賣部買三明治 還有一直有穿制服 一直有穿制服去看喜歡偶像的演唱會 這個夢想 然後也在那一年實現啦 大學那一年的交換 因為從小很喜歡迪士尼 一到日本的那一天 就去買了迪士尼的年票 最熱血的時候 是每個禮拜去一次迪士尼 現在想想真的很瘋狂 小智上次直播說 有去迪士尼 想問有沒有喜歡迪士尼 卡通或是角色呢 謝謝 謝謝他們分享 有啊我喜歡奧斯華 然後我也喜歡 那個可可夜總會 還有什麼 米奇吧 我很喜歡那個耶 魔法米奇 我有買魔法米奇 欸不對啊你們應該都看過了 就是他 好像要拍賣喔 這隻我 魔法米奇 是因為我 我幼稚園的時候 很喜歡 然後 那時候好像 有買一隻小小隻的公仔吧 然後我就一直收著 可是後來長大以後 搬家 他就不見了 然後我就一直很想要再把 就把那隻小小的買回來 然後後來看到了大隻的 我就決定 恩 我長大了 所以他也需要長大 我就買了大隻的 欸 娃娃真的好多 登登 可以 瀏覽一下 喔還有這個 這個我覺得也蠻酷的欸 順便講一下好了 就是我有一次去 台 東吧 的 那個 夾娃娃機夾到的 然後 因為實在太少看到 哆啦A夢 的 大熊 跟 胖虎 出現在夾娃娃機裡面 然後我就那時候就 立刻 花錢把他們夾起來 但好險我其實沒有花很多錢 我好像花 一隻大概 我好像一隻10塊吧 然後一隻30 因為他那個 台東的那個夾娃娃機好像有點壞掉 所以我就 非常輕易的就夾起來 我以前蠻會夾娃娃的 但是 但是 現在都改得很難 所以我現在 我覺得我現在應該 不是很會 好我來念這個好了 這個是什麼呢 學生時期發生了熱血 青春熱血 哇這個很長欸 我想起這封信了 這封是 阿葵寫起來的信 阿葵寫的這封信呢 他 阿葵寫的這封信 他前面第一面 全部都在怕尷尬 我念給你們聽 哈囉小智你好 我是阿葵 很高興 呃 好我覺得我覺得我還是直接講正文好了 因為他這整個故 他前面寫很長 是有點像聊天的這樣子 他說很高興可以寫信給我 然後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有兩個不同的主題 然後 嗯 怕分類不方便 所以同時有寄出 他又怕有寄丟的風險 所以把故事拆成兩封信 然後他稍微錯開了日期寄出 所以我有可能會發現兩封寄信是同樣的 然後開頭也是一樣的 也有可能會只收到其中一封 那如果兩則故事都很順利的到達我的信的話 他希望我只念一封就好了 然後他又怕耽誤到時間去回其他人的信 所以等到最後如果有時間的話 再回另外一封 因為某一些因素 他沒有回覆他的話也沒有關係 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 能夠順利的將 想要分享的故事傳遞到就很滿足了 然後 他想要分享的是 學生時期發生的熱血的故事 但他明明也還在學生時期 不知道對於小智來說 在每個求學階段 最期待的是哪個活動呢 他最期待的是畢業旅行 因為家裡住中部 價錢跟氣候的因素 什麼 阿葵 你的 你第一面 寫太強了 我們直接寫重點好嗎 然後他說 他說 因為那個 他在中部 然後常常就是 他已經連續兩次去 高雄 是嗎 我印象中是高雄對吧 連續兩次要去 對 他連續兩次的 國中跟國小畢業旅行都安排在高雄 而且行程還很差不多 然後這一次高中的畢業旅行 我們終於辦在了北部 但是因為疫情取消 實在感到失望和難過 但是他想要把主題拉回來 就是他要講畢業旅行了 唉 我有很認真在講這個故事喔 然後 他的故 他覺得說 我已經記得內容了 就是因為 我最近有看 內容是說他 就是覺得說 他對於畢業旅行很期待 但是他去 去的第一天 他發現沒有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因為大家就是 有點死氣沉沉的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我覺得有可能 已經開始了 正文開始了 就是應該是因為 搭車搭太久了啦 然後或者是 大家沒有一個人起頭 然後就會變得 比較安靜 或是害羞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不像我們班 這不像我們班 他就心裡面覺得有點 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對於這件事情的期待 就是 就是 有點落空 然後直到 直到他們老師跟導遊下去 好像勘察地形 還是做了某一件事情 就是 老師下車之後 就是 車上只剩下 死氣沉沉的 小朋友們 也不是小朋友 死氣沉沉的同學們 所以他 他就好像閉目養神吧 我印象 對他閉目養神 然後他就突然聽到 有音樂的聲音 正要升大學 喔你現在要升大學了是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鼻子有點癢 我在想是不是那個燈太亮了 所以一直想打噴嚏 好 然後他就說 他閉著眼睛的時候 就聽到有音樂的聲音 然後他就發現是 有同學開始起哄跳舞 所以他就 那時候 大家就在車上一直 很開心的跳舞 然後跳到隔壁跟 就是他在中間 然後旁邊兩台車都 就圍過來 就轉過來看他們在幹嘛 然後他們就是 非常的嗨的在跳舞 然後還邀請了 左邊跟右邊的車子 一起來跳 我故事應該沒有講錯吧 阿葵 你要不要現身說明一下 阿葵你還在嗎 沒有喔 沒有講錯對吧 我有理解對 然後呢 然後 後面的故事是 他們 阿葵覺得 在車上跳舞的 這是拉開了最棒的序幕 然後之後導遊上車之後 就叫我們去吃飯啦 我們也趕緊裝作 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衝了下去 但下車之後 大家仿佛陶醉在剛剛的氛圍裡面 小聲討論了完美的Party 還看到隔壁班 有人來說 你們班剛剛也太扯了吧 在遊覽車上跳舞是哪招啊 我聽了偷偷 偷了 我聽完偷偷的笑了 在心裡面 在心裡面 在心裡 這什麼字 他無聲回應 因為這是我們班 OK 小故事分享到這裡了 對於我來說 學生時期發現的熱血故事 就是 國中畢業旅行 和同學 共同舉辦了 讓隔壁班也感到 驚嚇的瘋狂 遊覽車派對 不好意思 我的文字書寫能力沒有太好 沒有辦法給小智一種 即逝的畫面感 希望能透過文字 把那段青春熱血 很開心 激動的回憶分享給你 謝謝小智 讓我有這個機會 重新回憶這段回應 現在想回憶 現在想想挺幼稚的 也是特別單純的幸福 從國中三 畢業三年了 我們班卻因為各自學業因素沒有好好聚過 不知道已經多久沒有聯絡了 那些朋友還好嗎 希望大家一切順利 這次風雨過後 大家出來聚聚吧 到時候我們都會 都未忘 希望到時候我們都沒有忘記這份美好的單純 甚至到以後他都還存在 謝謝你耽誤了很多時間在這封信上 辛苦了 祭出的時間是我生日那天 祝我生日快樂 然後你一定要記得好好照顧自己喔 休息不算熬夜 可是要早點睡 不是凌晨才睡那種早點 等到一切都過去 希望能與你見哪 還有必至加油喔 希望可以看到我的作品 好 謝謝你 我覺得 我畢業旅行的時候 也是有非常深刻的回憶 但是我高中的就沒有 因為高中的畢業旅行 我們的 我們的畢業旅行只有 去六福村吧 去六福村然後一天而已 所以我們沒有 而且那天還下雨欸 真的是 我真的期待超久 然後那天下雨 然後很多 很多設施也不能玩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懂阿葵說的 那種大家一起共同經歷的那種 開心跟 有一種 小蜜蜜的感覺 就是 因為老師他們沒有跟老師說 他們在車上辦拍對嘛 所以我覺得我好像可以懂 那種大家一起經歷一件事情的那種 開心的感覺 看一下 我思議是什麼 喔 你說那個合照嗎 對 不是奇珍的歌 是雀斑的歌 我看一下喔 那我們來聽小魏的歌 然後阿葵還有分享了三張明信片給我 這個故事的串聯和整合是這樣子的 它誕生於一趟台北行 看到這片天空我覺得這就是社會 在真實社會中生存 發現到純白潔淨的善良也有很多殘酷冷漠的黑暗 但要永遠記得去觀察美麗的彩虹 那般希望和力量會一直存在 這個是阿葵和我們分享的明信片 然後 然後 還是 這張還是一樣是 台北行 然後是朝靖公園 那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然後 那邊還有很多飛天掃把 希望我可以去當飛天小智 然後 這個是和平島 好 謝謝阿葵分享你的故事 還有明信片給我 好 離開 好我看到綠色信封已經 點名了兩次 那我就來念綠色信封 是這個對吧 好 是這個對吧 好 謝謝阿葵 我剛剛是開玩笑的喔 希望你不要 不要放在心上 佩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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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笑了 對 沒錯阿葵很棒 好 來分享 我想要省個鼻涕 可是這樣就不太好 算了 我不管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我剛剛醒鼻涕你們也沒有看到我躲在旁邊醒 好 多喝水 好 我現在要來分享的姓是 關西高濃的胖妹妹 俊智 想要道歉的人和事 這個主題很不容易開口 但還是決定想要分享 雖然知道當 當事人應該是不會聽到 我要給高中的學長 胖哥哥 胖哥哥 高中的我們太年輕 很多不成熟 很愛面子 幼稚的行為 總是讓我們彼此互相傷害 對於曾經回憶 生氣 將我們 對不起 這個字是什麼 曾經因為生氣 將我們唯一 去老師家的合照 寄回給你的我 感覺到懊悔 他們生氣 然後 胖妹妹把照 把去老師家的合照 寄回去 給 就是寄還給 胖哥哥 然後他覺得很 胖妹妹覺得很懊悔 回想起來當時的行為 有一種後悔的感覺 對不起好像已經來不及了 你畢業以後 我們再也沒有機會遇到了 只能偶爾從其他人那裡 知道 你的消息 我知道你現在過得很好 如果有機會 希望我們有一天能夠再見 對啊 我沒有念錯吧 胖妹妹啊 嗯 嗯 好像很多事情都是在 很青春的那個時候 他就 模模糊糊的就過去了 之前看那個日劇 對不起青春 然後他就說 我忘記原劇是什麼 但是他是說 很多事情他 搞不清楚 弄不清楚的 那也就 不弄清楚了 因為那就是青春 嗯 還有一封 是這個嗎 不是這個 嗯 綠色信封 對不起 對啊其實對不起 我想要 寫 就是 想要道歉的人 他寫是因為我很喜歡 對不起青春 然後我覺得 寫信 寫信道歉這件事情 我覺得 就像我之前學 輔導課的時候 他有一個 就是 投射自己那個 想要道歉的那個人 然後你可能寫一封信 我覺得在這過程當中 可能你可以得到一些什麼吧 就是你真的去 面對那個心裡面 可能 可能折磨你 或者是可能 可能你一直在逃避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寫信這件事情 很棒的一點是 你在寫的過程當中 你就可以一邊整理自己的思緒 然後 或者是打字也可以 就是我很常 我很常 我的想法就是很多 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然後我 我需要 我需要用文字去把它組合起來 所以我 我想說寫信這件事情 好像 也蠻有 幫助的 所以 我也很喜歡看別人的故事 所以 就是 寫字很療癒 對 沒錯 然後我覺得最療癒的應該是 當你 自己把自己的想法組織起來 然後 搞懂一些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 很棒 對 可是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 好 第二封信 不是第二封啦 就是在一封信 是 覺得很有趣 已經很久沒有寫信了 這封信是熱血的故事 他就 看到了活動訊息以後 就特地去買了 信紙 信封 想要分享學生時期發生熱血的故事 他就讀台中的物風亞洲大學 最常和同學還有學長學妹騎機車到處玩 無論是多遠 印象深刻是一群人從學校騎到荷歡山 熬玩大日月潭 特別是晚上 會看到一條很像龍的隊伍 這麼多人嗎 很像龍 要很長耶 當時覺得很熱血 不管多遠 不管 不管 多晚 然後大學度過兩次特別的生日 一次是室友 把一中間的美食都買了 然後把宿舍的地板放滿 就要讓壽星我吃完某一個區塊 第一次吃東西吃到兔 體驗東西從鼻子出來的感覺 啊 幹嘛吃那麼撐 第二次去 第二次特別的生日是我們把一個同學 一個好朋友用膠帶捆在椅子 殺 然後由學校一圈 任人拍照 不過我畢業後的一年 我就被同樣對待了 然後 我是亞洲大學社工系95級畢業的相名 Mindy 很青春耶 真的好青春喔 我覺得把美食買過一輪 然後吃這件事情真的很熱血耶 我想到 我好像很少吃東西 吃東西吃到真的要土 我只有高中有一次 我很喜歡 我那時候在一間餐廳打工 然後 我就很喜歡吃那家東西 然後後來 我離職之後 我還有再去吃一次 然後我就太想要吃 就是裡面的甜點 我就吃完正餐之後 我又點了一個鬆餅 然後又點了一個派 然後我就全部把它吃完 然後吃完之後就跟朋友一起吃完 然後我們 我們 呃 有兩個人吃得很沉 然後其他人沒有吃到那麼沉 然後就我們兩個人就坐在那個椅子上 我們說真的真的真的走不動了 我們再走我們就要吐出來了 就我們感覺到那個食物一直是這樣 載浮載沉 它已經快要淹到了 就是 快要 快要吐出來了這樣 那是我人生吃最飽的一次 然後那時候跟 所以到現在我們跟 就是我跟 呃 跟同學們講說 你有多飽 我們就會說 喔我們就吃那一次那麼飽嗎 然後說喔沒有到那麼飽 然後或者是說 欸 今天有多飽 然後就說 像上次那麼飽 我們就知道說 喔 這真的很飽 就對我們 對於我們那群人來說 已經是一個 飽的極限 的一個代名詞 對 沒錯 對我覺得吃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吃東西真的不能吃到飽到兔欸 因為 很羞恥欸 呵 你會覺得我為什麼要那麼貪心吃那麼飽 但有時候真的是忍不住啊 就是你會想要 我可以懂 好 好 呃 現在我用 我現在再念一封信 然後 呃 這一封信 好 那我要來念這一封信囉 這一封信呢 是想要道歉的人和事 然後這一封信是我 我覺得 嗯 很有 力的一封信吧 然後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可能就當今天的結尾了吧 嗯 嗨小智 謝謝你開放這個主題 讓我有機會道歉 嗯 我要說道歉 我要說對不起的對象 叫做 什麼不要 嗯 謝謝你開放這個主題 讓我有機會道歉 我要說對不起的對象 叫做 胡於平 對不起 在你幼稚園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保護你 後來明白 原來你遭遇的事情是性情 我卻叫你隱瞞 不要跟任何人說 就算你常常做噩夢也一樣 對不起 我忽略你的情緒與感受 我太在乎他人的眼光 以至於認為外在觀感 比較起來 你的感受 顯得不重要 害你習慣壓抑本性 害你一直遷就我的期待 對不起 我曾經和其他人一樣 嫌棄你醜 嘲笑也與你不適合 跟同學們玩在一起 是我霸凌了你 把你逼到學校的角落 把你逼到教室的角落 不敢敞開心胸交朋友 我對你有太高的期待 給你的責任很重 害你默默一個人 在放學留下來後 掃十幾間廁所 只是為了不要愧對 衛生股掌的責任 對不起在你生病 必須接受身心科治療的時候 我不能接納你 我認為你應該要繼續堅強 長寶笑容 就像你從小到大一樣 你在爸爸媽媽離婚的時候沒有哭 你在交第一個男朋友 兩個月後就被甩了 也很快就振作起來 你出社會工作 遇到載機車的老闆 你都熬過來啦 所以我好難相信你會生病 我曾經不想要讓你去看醫生 直到你有自殺的想法 我才妥協 對不起 我這麼壞 這麼殘忍 我有可能得到你的原諒嗎 下次你在哭的時候 我會輕輕抱著你取代 對著你吼不准哭 以後有人對你發脾氣的時候 我會去想 他遇到了什麼狀況 取代第一個責怪你 雖然你不是世界第一大美女 可是你有自己特別的可愛之處 我會好好喜歡你取代著 想說你不夠漂亮 所以你不配備喜歡 然後我想要陪你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 例如追星 因為我看到你在追星的時候 有多快樂 我們和好好不好 唉 憂鬱症發病一年七個月 胡余平寫給胡余平 謝謝上帝讓我認識黃俊志 擁有這個機會和內心的我道歉 然後和自己和好 希望人在心理病症中 載夫載成的人都能學會和自己和好 嗯 呃我昨天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呃 昨天還是前天 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我有 我有問了 我有問了 呃 我有問了胡余平說 呃 他想要 以 以這個名字來 跟大家分享嗎 還是 他想換一個名字 但是余平說他覺得 這對他來說是一種釋懷 所以我就還是照著他上面寫的名字來分享 嗯 然後 確實和自己對話是 可能也是一種方式 然後 我想說的是 嗯 很多時候我們 聽到 這個故事的一開始 我們可能會覺得 呃 他在攻擊別人 那那個人會痛 然後我們在對 對我們在看事情的時候 我們很常會覺得說 哦我們 我們搓別人 我們會痛 我們罵別人 別人會難過 然後我們去 對於別人很苛求 的時候 別人會難過 可是我們卻很很很常會 忘記了我們自己也會痛 這件事情 所以 當然遇到 呃 像是心理疾病 或者是 呃 需要幫助的時候 當然是要尋求 專業的醫生 去 走出這個狀態 或者是 讓他得到改善 但是我想說 日常生活的時候 我們也要感覺到 如果對於別人 這件事情 我們是知道不行的 那我們應該 也要轉過來 去看看自己 然後 你可以溫柔的對待別人 那我們也要學著溫柔的對待自己 嗯 然後 想跟 想跟 胡宇萍說 謝謝你和我分享 你的心情 還有 就是你願意和我分享這段遭遇 然後 想要說你很棒 你很勇敢 然後希望你 你 一切都好 然後 看到你說 就是 我們有帶給你開心啊 這些事情 我也覺得 哇 就是我也很開心 桃園家暴中心會有 然後 我同時也想要說 就是 藉著這個機會 我也覺得 教育應該要 真的去 教導小朋友 就是性教育這件事情 因為 要做出那些事情的人 他不會 不會在乎你 小朋友有多小 所以我覺得 小朋友應該要 就是如果都有學習到的話 反正我覺得性教育是很必須的啦 才會知道 從小要認識自己的身體 然後 好 反正我想要 藉著這封信 然後把 把胡一平的勇敢 勇氣分享給大家 然後 這個溫柔的力量 希望大家都可以 放在心裡面 然後 在 很多時候都要記得自己是很棒的 好嗎 好啊 那我再讀一個 那我再讀一封信 然後我覺得寫信這件事情真的是 很可以 還有打字就是很可以去整理自己的心情 所以大家如果有還在 糾結當中的事情 也可以用打字或是寫字的方式去好好整理 嗯 好 我來看看喔 剩下的信封 欸 這個我開了嗎 這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呢 大家等等我 啊 好 小智你好 我是華僑高中的 陳文 西 我好怕唸錯你的名字 等一下喔 這個字是 這個字是什麼啊 陳文 西 嗎 一個日一個經 一個日是星 一個日是星 嗨 好那我沒有念錯 我是華僑高中的陳文西 不知道這算不算是青春熱血的故事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所以想要和你分享 我現在高一 哇 高一欸 呃 開學時選擇加入了熱音社 為什麼想要 為什麼加入熱音社呢 最初的原因是想在高中好好玩社團 而熱音社是我想過最熱血的社團了 小智覺得最酷或是印象最深刻的社團是什麼呢 我們學校有跑酷社 還有武術社 還有行為藝術社 我都覺得蠻酷的 然後 呃 我在社團裡是鼓步的 別人聽到我是鼓手都很驚訝喔 可能是因為別人知道我會彈吉他吧 而為什麼不選吉他或是貝斯呢 原因只有一個 我不想要只會彈吉他 我想要挑戰其他的樂器 可是後來我發現鼓好難喔 嗚嗚嗚嗚 好 回到主題 熱音社到底熱血在哪呢 我想應該就是大家為了比賽和表演很認真很認真在練習吧 真的是一一首歌練三個小時的那一種 不知道小智有沒有 或是有沒有 嗯 不知道小智 知不知道或是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我覺得應該是做一個作品重複30次吧 會做到厭世的那一種喔 重點是因為沒有吃晚餐 所以更厭世 哈哈 沒有吃飯的時候真的心情會比較差欸 而且脾氣會比較差 就會覺得 好想趕快吃飯喔 這樣 每次練團都是從五點練到八點 然後學校是四點放學 所以都要用火箭的速度衝去搭公車 最讓人崩潰的就是等公車啦 在急的時候等公車真的是氣瘋欸 會覺得喔 為什麼還不來 嗯 我懂 剛好是放學時間 人超多公車又來得很慢 真的很想哭 到練團室的時候已經虛脫了 喔真的覺得 轉車什麼的真的 在你急的時候會發瘋欸 嗯 已經打了 我在講什麼 嗯 喔 很想哭 到練團室已經虛脫了 還要 還到打三個小時的鼓手 還到打三小時的鼓手 喔 我斷句斷錯了對不起 還要打三個小時的鼓 手應該直接飛了 回到家的時候呈現的狀態 大概像是跑完四百公尺後 又繼續往前跑 然後終於可以停下來躺在地上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形容得非常的貼切 我腦中馬上有畫面欸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的狀態 所以大家練團都很累 那也會有人一直說要比賽要比賽 要表演要表演 大家動起來 說實話 雖然每個人都呈現像喪屍的樣子 但是心中還是想為了比賽跟懲罰努力 然後我們就以這種心態狂練了三小時 真的蠻熱血的喔 不過現在疫情的關係都延後了 沒有取消真的是太好了 好的 這就是我的故事 就是練團很熱血的故事 然後 不過我好像沒有gay到重點 但是我的故事就分享給小赤巴 不會啊我覺得蠻熱血的啊 一起練團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可以懂很多故事 就是念起來好像沒有那麼熱血 但是我可以懂就是 在經歷的當下 是真的是熱血沸騰的那種感覺 然後 喔 呃 文欣想要 喔文欣 文欣想要分 想要說 呃 在西門捷克 7月18號 19號 12點半進場 1點開始 中午12點半進場 1點開始喔 在西門捷克 7月18、19 希望小智可以來看看我的表演 也希望可以帶上韋恩啦 好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他如果是對外開放的話 也歡迎大家去看喔 然後還有一張小小的卡片 嗨小智很開心可以跟你分享我的故事 希望你有收到 小智生日快樂 不知道會不會遲到 但是還是祝你天天開心喔 那還畫了一張 我在日本的時候 Q版的我 好 謝謝你 我要把畫 不是把畫 我要把 對啦 畫跟卡片 都收起來 欸 是哪一個信封啊 天啊 是這個嗎 我剛剛開哪一個啊 是這個嗎 喔不是這個 是這個嗎 應該是 好 哇其實我今天進度蠻好的欸 你們看我今天回了這麼多的信 很棒吧 我來喝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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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可以專心的看你們的留言了 我來喝口水 還剩多少 還剩多少 其實剩不多了啦 我現在手上 今天本 可是 1 2 3 4 5 6 7 8 9 還有時封 可是我今天又有拿到新的信 所以會再更多一些 然后这 目前剩下的时封我都已经读过的 但是 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吧 小智看到什么 建议 不要规定建议写信的 字数呢 对啊我觉得大家 在写信的时候可以把故事 精简的写出来 然后那也不要太精简 因为我就是有看到有那种一段话的 然后 比如说 就写说 反正就是一段话 一句话写完的那这样就是 没有办法把故事 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然后我还想要特别说的就是 大家在写字的时候 可能要帮我 再工整 一点点就是 有些人字真的很漂亮 但是 比较吵一点我会有点看不懂 然后我又很怕念错 所以就会就是 就是会读很久 不会 阿葵没关系 我又很进入你的那个故事的情节里面 好吗 好像可以来唱首歌当ending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唱什么歌 自己Cue自己唱歌 克普勒好像可以喔 可是好像很高耶 写简体也可以啊 但是我应该看得懂啦 但是我应该看得懂啦 我应该看得懂啦 念想很难耶 好多歌喔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善良的星星 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 我依然愿意借给你 投手给你 知道你那灿烂的光芒 静静地挂在遥远的天上 我依然愿意借给你 当你沉静 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 灵灵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 当你想起 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 我依然愿意借给你 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 一闪一闪亮晶晶 好像你的身体 藏在众多孤星之中 还是找得到你 挂在天上放光明 凡是我的孤寂 提醒我 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当你沉静 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 灵灵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 当你想起 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 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 一闪一闪亮晶晶 好想你的身体 好想你的身体 藏在众多孤星之中 还是找得到你 挂在天上放光明 翻射我的孤寂 提醒我 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浩瀚的世界里 更远的人海里 和你无相回应 让我们延续 弄尽所有思念 唱一首歌给你 给你 一闪一闪一闪亮晶晶 好想你的身体 藏在众多孤星之中 还是找得到你 挂在天上放光明 翻射我的过去 提醒我 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好 我唱完了 我决定吃一颗喉糖 然后我唱这首歌 只是因为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然后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 建议还是去听原版啦 比较好听好不好 好 诶 等一下我打开它 诶 它黏住了 可恶 我吃到它了 赞 好啦 大家拜拜 晚安 然后 谢谢你们和我分享你们的故事 嗯 然后希望有借着把它念出来 然后给你们回应 带给一些什么 或者是没有带给什么 只是一个陪伴的感觉 反正 希望你们喜欢 然后 早点休息 嗯 晚安 你要穿我送你的衣服哦 嗯好 什么衣服 嗯 晚安 拜拜 嗯 啊我知道是这边关 好 拜拜 拜拜 嗯 嗯